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富人右脚骨折 紧急送医 另一个受伤的是富人的女儿才六个月大 脸部撕裂伤 不断大哭 阿嬷抱在怀里安抚 成祸发生在中午一点左右 零星驾驶跟太太女儿以及岳母大姨子共五个人 开修旅车要回离山 经过中横 037号变道19公里处 接近德基水库路段时被落石砸中 目测落石重量可能有3到500公斤重 重力加速度砸毁修旅车 幸好受伤母女都没有生命危险 山区近日有间歇雨势 土石容易松动 民众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 如果驾车经过也要特别当心 公务段因应雨势变大 也暂时封闭这段变道 大海新闻台中组合报道 好 还要提醒大家 气象局针对台东以及嘉义以南 到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 屏东的恒川半岛更要严防好雨 而这几天的雨势 让看天吃饭的农民好无奈 农委会统计到昨天 农损达到了584万元 一起到座西瓜和香蕉是主要受损的作物 又数香蕉最严重 损失金额300多万 大雨滂沱 南台湾不止路面积水 部分农作物也泡汤 根据农委会到16号的农损统计 这次总农损约584万台币 香蕉一期稻米 西瓜是主要受损作物 至于叶菜类 豪雨加上端午廉价 民众预期涨价心理 一度让菜价顺水于冬 预期心理都会涨价 对价钱最敏感的菜摊老板娘说 下雨后菠菜涨最多 这个菠菜就贵了 下雨天 其他的贵一点点 贵差都五块钱 四块钱最多 整个蔬菜产区受损 相当相当轻微 尤其国内的主要的蔬菜产区 像桃园 彰化 银林 嘉义 是都没有任何受损的 因为蔬菜水果难免有时候每一天波动都会有一两块钱 这个都是相当合理 官员表示目前蔬菜批发价格平均约在24.5块左右 仍在合理价格带 而后续供应也正常 不过台湾仍在封面影响范围内 有下大雨机会 可能将影响后续蔬果价格 大雨新闻程式与科兴志台北报道 明天就是端午节 家家户户硬紧吃粽子 但是要提醒有慢性病的观众朋友 可别常开胃口吃的太多 因为粽子是高油和高蛋白的食物 会导致脂溶性的药物 像是心血管药 免疫抑制剂 药效难以控制 影响用药安全 高血药都要 以防心肌更帅 手上大包小包腰带 80多岁黄爷爷一早就上药局 只是端午廉价期间 粽子吃太多 药效却可能打折扣 看了心脏 高血压的药 一吃再吃一口就没问题 我一下好吃都吃得饱饱了 就是这油油亮亮的粽子 让人食指大动 不过对慢性病患者来说 摄取太多高油食物 延长胃排空时间 可能让高脂溶性药物 像是抗霉菌药 心血管药 免疫抑制剂的溶解度增加 吸收量超乎预期 不过像是盘尼西林的抗生素 一旦胃酸破坏时间增加 被人体吸收量反而会减少 因为知道油是溶于油的 药物长时间停留在体内的话 它的副作用就会增加 它副作用增加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恶心呕吐 或者造成一些食欲不振 不只高油饮食不利慢性病控制 传统粽子蛋白质 多达10到15公克 经过消化道分解为氨基酸 也会和特定帕金森氏症药物 竞争在小肠的吸收量 真的很想要吃这些粽子的话 可能要跟这些帕金森氏的药物 可能要隔两个小时服用 即使一般民众 吃粽子也别太放纵 以免消化不良 衍生胀气问题 达西文蔡林 李健宽 台北报导 台北2018端午加年华活动 一连三天在大家河滨公园登场 今年特别响应减速行动 不再提供瓶装水 但是特别扩大装设了指引台 方便民众饮水 对于小孩与生长者 不同的高度需求 也有特别设计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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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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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内隆重麦力滑 场外叫声喊得热烈 这时口好渴该怎么办 这边有提供矿泉水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没有提供矿泉水 不过我们有设置台北好水的指引台 国际赛事响应减速 大家河滨公园全区禁用瓶装水 每个一小段距离就有行动指引台 现场还提供2000个环保杯 民众走到哪都不怕没水可喝 对 减速的效果会比较好 至少随处都有水可以喝 不用说一定要随身带着一些 或是到旁边去买那些饮料 要钻水比较方便 没有带水壶 有杯子更方便 在这边 以往端午加念华只设置两座饮水台 今年扩大办理 全区共21座 考量不同高度需求 样式多变化 像到L型能让声障者方便使用 而这款英文字母造型的指引台 更是吸引大小朋友目光 五个字母不同功能 要装水饮水 检印清洗都没问题 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值班的同仁 来检验这个水值 民众对于这个水值不放心的话 我们指引台的旁边都有 所谓的饮水的QR Code 可以来提供的手机的扫描 可以及时知道这个指引台的 这个水值的相关的资讯 我们就是透过电脑可以把这个装置 可以把里面的相关的数据读取出来 直接饮用自来水考验民众习惯 智慧电表观察使用效益 未来只要50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 指引台就会出动服务 希望民众在享乐之余 也能跟着响应环保 大家新闻 周晨 叶玉玲 台北报道 国际焦点为了庆祝开斋节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组织都宣布停战 但是今天再传爆炸攻击 至少18人死亡 爆炸地点位在东部南加哈省的 省长办公室外 造成18人死亡 45人受伤 当局表示 目前还有许多伤者命违 死亡人数恐怕会在攀升 但现在还不了解是哪方势力所为 再来看到巴尔半干岛国家马其顿 因为和希腊的北方省份 马其顿省同名引发两国数十年纷争不断 不过在两国现任元首的斡选下 17号马其顿更改国民为 北马其顿共和国举行协议签署仪式 画面中希腊和马其顿的总理互相拥抱 现场也是掌声不断 两国的外交部长也在大批媒体的见证下 签署马其顿更改国民的初步协议 不过这项协议还得先通过两国的国会 才具有法律效力 尤其马其顿甚至得诉诸公投 年底才能真正见分效 世界杯足球赛令全世界球迷为之疯狂 而英国现在有一种智慧科技装置 用科学化的方式辅助练球 就像私人教练一样 为一般人量身打造训练计划 想和这些独球巨星一样称霸球场 却又不知该如何训练吗 现在这些科技神器帮你实现愿望 新科技不只是球员的天生教练 这项科技已经推广到全球35项运动 1500支专业球队 业余足球员也能透过科学化的资讯 踢向专业 教练也能为球员量身打造训练计划 与一线球星的数值比个高下 运动科学化不仅让训练效果事半功倍 也能避免运动伤害 延长运动员的质押生命 大约新闻做不限编译 西班牙的最新研究证实 脑海中哼唱特定节奏的歌 能够帮助操作心肺负输素 达到每分钟100到120下的标准 让CPR的成功率超过7成 这首90年代的洗脑神曲 您一定不陌生 它曾经风靡全球 今年可能再次翻红 因为西班牙最新研究发现 哼唱马卡莲娜 有助操作心肺负输素 科学家实验将164位学生 分为节拍器组 脑海哼唱组 以及无节奏辅助三个组别 实施CPR 结果发现 节拍器组超过9成 达到每分钟100到120下的建议标准 哼唱组也有74% 每辅助的学生达标人数不到三成 研究表现 人们比较适合100到120 如果他们练习 一个熟悉歌曲 不过不是每首歌曲都适用 每分钟节奏落在100到120拍最适合 如果您觉得马卡莲娜太过时 音乐串流媒体提供救命歌单 像是女神卡卡的Just Dance 小贾斯丁的Sorry 或是爱戴尔的Rumor Hazard 这些筷子人口的歌曲 都是手边没有节拍器时 能在脑海中响起的救命歌 如果CPR操作得当 还能增加病患两到三倍的生存率 大爱新闻就不现编译 科技碰上艺术 擦出新火花 日本和法国艺术家 利用投影技术 让观众欣赏艺术作品时 达到身丽其境的效果 满地风红 趁着细柔的瀑布直冲而下 空气中是浓浓的秋翼 每一口呼吸都撒爽无比 日本顶尖数位艺术 日本顶尖数位艺术团队 Teenlab曾在各大城市办过展 从台北 伦敦 纽约到戏谷 都有他们美的足迹 运用投影技术 音乐和空间设计 每回作品如同一世独立的 奇幻岛屿 在世界各地累积不小名气 如今落叶归根 Teenlab回到日本东京 创办美术馆 预计6月21号盛大开幕 同样把艺术结合科技的 还有这里 一百多年前 奥地利知名画家克里姆的画作 仿佛重新活了过来 观众走入一个像仓库的空间 一连串35分钟的作品 借着投影机 配合着音乐 让人不知不觉融入其中 这些是作品 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作品 我们进入了艺术的故事 这不仅仅是美丽的 是一种温暖的 是一种温暖的 还有音乐 是一个超级的感觉 科技能帮助人类预见未来 也能与过去重逢 让现代人沉浸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美 在新闻黄敬廷编译 在法国和意大利摩纳哥边界 有一座小城镇蒙顿 每年都会举办柠檬节 推销柠檬 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 来看看小小一颗柠檬 如何散发出芬芳的永续价值 每年不同主题相同的事 都是由黄澄澄的柠檬堆叠 雕塑出花车视觉感官的震撼效果 一百多顿的柑橘类水果 法国南部蒙顿市 笼罩在金黄色泽的柠檬 和柑橘淡淡果香中 山头柠檬园 一颗颗像是果园里的小太阳 黄金般的色泽垂挂在树梢 蒙顿市一间名列全球50家餐厅 花园里的柠檬果实成熟了 那股酸甜滋味 让大厨们挑战厨艺金字塔的最高峰 又厚又白的柠檬皮 成了厨房里的魔法料理 蒙顿柠檬皮 鲜甜两下仪 大厨立刻做了一罐糖自柠檬皮 柠檬皮切丝下锅炒 加入洋葱熬煮 就成了一道菜色衬底的酱汁 蒙顿特有柠檬 走出餐厅 在市中心随处可见 蒙顿柠檬 从节庆到周边产品 创造就业机会 小小一颗柠檬 散发出芬芳的永续价值 大厨新闻 许淑媚编辑 此际中区人医会 每个月都会到苗栗 浊栏山区一诊 守护长辈的健康 更带来一份关怀 让偏远山区的老人家 生活有了温暖 每个月都期待志工的到来 70多岁的徐先生中风多年 左半边身体越来越没有力气 护理师鼓励他要持续复健 6 7 8 吃也很重要 不能只喝留职的东西 徐先生很认真 听着护理师的指导 一遍又一遍练习 重听的李婆婆刚开始 很排斥人医会和志工 都不开门 但三年来 志工蔡庆盛 用爱融化婆婆的心 以前都不理我们的 现在应该比较熟悉 他会笑 人再怎么样的 都经不起那种长期身心 即便的那种煎熬折磨 我们人都是会老的 我只要能够 我就会尽力去教他们 一整的路不会停 能为需要的人服务是最幸福的 大海新闻 珍善美志工 苗栗综合报导 而这也是一份幸福 花莲慈济志工与慈济医学中心的牙医师 前往警察局为警察做口腔粘膜筛检 也带来粽子与苹果表达祝福 送上苹果 希望常常为民奔波的警察能平平安安 慈济志工也带来粽子 表达对玻璃市大人的敬重之心 也祝福大家万众一心 和谐和气 不管是我们的0205的震灾 或是其他的一些弱势团体的关怀上 慈济都给我们警察做一个很大的协助 让我们可以专注在一些救灾的工作上面 今天主要要筛检的白斑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的牙医师 也特地进行卫教及口腔粘膜筛检 让平时忙碌的园警 重新审视身体状况 特别来帮我们量血压 还有有医生 来帮我们做一些口腔粘膜的筛检部分 那么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园警的健康 来做一个守护和一个关怀 我们特别感谢 建立家人般的情感彼此关怀 谢谢人民保姆为民服务的用心 大海新闻 珍珊美之工张阳川 花莲报道 快时尚冲去街头 屠窗里每天都有新的款式 而且是一件比一件便宜 宁可曾想过一件衣服的引擎代价 到底有多少 一之旅我们的旅程来到了香港 国际快时尚品牌进驻亚洲 香港经常是首选之地 在中国大陆白天定版 晚上开工 隔天上午出货 到了下午 卖不完的衣服就变成垃圾 2016年全球二手艺创造出 36亿7千万的产值 数字的背后代表着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二手艺最后究竟去了哪里 一直以这趟旅程带来到的是非洲的肯亚 在首都奈罗比的天同法市集 是全球二手艺最终的第三地 二手艺在肯亚既隐晦又续丽 它翻转了肯亚的产业结构 一件衣服从设计 生产 销售到消费 中间经过层层工序 日积月累的除了技术和经验 还有什么是我们看不见的 纺织污泥伴随着工业废水 从这个巨大的排水口 倾泻而出 现场飘散着阵阵恶臭 2018年大爱新闻旗舰计划 一支旅带您看见衣服的旅程 看见华丽的代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大陆贵州省麻洋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今年迎接了三只黑夜猴宝宝 全世界的黑夜猴只剩下大约2000只 而在贵州就有850只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